好 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我们提前了一分钟 因为刚才我问了一下 那个铃声是预备铃声 提前一下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原来这个课是国家级精品课 那么国家级精品课几年之后 就是它有一个教育部 有一个新一轮的课程的一个评估计划 叫精品资源共享课 这次是以前只是说评一个课程 那么现在是要把所有的课程 到全程做录像 06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录像 但是这次申请的时候 说整个的那种格式 或者什么清晰度都不够了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发展很快 所以要我们重新录 重新录就是从我个人来说 就很焦虑 因为你说的每句话 都要被留为证据 所以我就上次录像的时候 我就很叫什么 就用你们的话的时候就很抓狂 因为我一讲 因为讲课脑子里是不停地在流动的知识 然后我一想说一个什么 我看见那摄像头 我就想说这个不能讲 这个讲了会引起大家的争论 或者怎么样 我就放下了 所以今年的课呢 如果因为我们要申请这个课 是必须要录的 北大有北大的任务 那心理系也有心理性的任务 那所以我们就只能认可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可能今年讲课 我就讲得中规中矩一点 有些东西可能就不讲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再讲课间的时候 不录像的时候 咱们再讲点什么东西 可以大家回忆一下气氛 还有刚才我已经问了 就是如果你们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录像史 就是我上课是要问问题的 然后如果你们回答问题呢 可能会抓拍你们 那我刚才讲 你们可以不可以说 有人讲说我不要录像 有不要录像呢 就会影响我的课 因为你说我怕抓拍 我就不回答问题 那我就很惨 我就问 有人知道吗 你们没反应 有人知道吗 其实大家都很知道 就是不想上那个镜头 所以刚才我跟那个摄像老师 已经沟通过 就是他可以给远景 不给近景 可以打马带着 可以打马带着 我这么那个什么的话 我都能拿出来示众 你们还有什么这么帅气 这么漂亮 还有什么不能示众 我们可以在你的图像下 写上别人的名字 所以大家这样 就是如果你们有特别的要求的话 你们就告诉我 然后我跟老师去协商 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要保证我们的课堂的教学的效果 这个是第一点 不是我们拿出去展示给别人的 是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了 但是我真正的 我要做到的事情是 我要让我们这个课堂 要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这个才是我的想法 所以如果你们有人说 我坚决不那什么 你一定跟我说 你千万不说 我只要不发言 他就不照我 没准你隔壁的发言 也会照到你 你隔隔壁的发言 也会照到你 对吧 特别是你后排的发言 更能照到你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样 如果有意见的话 我就跟老师沟通 就尽量只照我不照你们 说同学甲 同学乙 同学饼 再发言 好 我们这个实验心理学 这门课呢 是我们系的主干基础课之一 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系一共有九门主干基础课 那我们顺序的就是从 普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然后从实验心理学 这样往后走 然后加心理统计 你们知道这九门主干基础课 都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四门了 心理统计 然后是认知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 和管理 管理心理学 我不知道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心理学 我们有九门主干基础课 那么这几门课呢 都是我们系的 就是必修课当中的 这个分量相对 比较重的一些课程 而且在所有的 这些课程里边呢 我们只有两门课程 是四个学分的 一个是三门课程 是两门课程四个学分 一个是普通心理学 一个是实验心理学 其实实验心理学 还有一个延伸的 三学分的实验课 所以原来的实验心理学的 理论课是放在一起的 是作为一门课的 那么后来分开了 两个独立的这个课程 所以可以提醒大家 这门课呢 还是分量挺重的一门课程 所以在今天呢 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门课程的 主要的要求 那么刚才呢 助教皇位 已经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那么这学期呢 就是皇位会全程陪同大家 来完成你们的学习 那么这门课程呢 我们课程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 叫实验心理学 那么简单地介绍一下 课程的目的和意义 很简单 两个方面 那么这两个方面呢 就是这门课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坚持的 两个主要的要求 第一个呢 就是要看懂科研论文 尤其是实验设计部分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 就是我们这门课的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首先大家要能够去看懂 别人的科学研究的成果 那么特别是实验设计的部分 因为在实验心理学 这门课程当中 我们主要内容 也是教给大家 如何理解别人的实验设计 如何做你自己的实验设计 这也是我们第二点要求 就是培养自己 设计实验的能力 为将来的科研 打下良好的基础 因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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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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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考虑 如果想不起来别的 我就还考拉丁方设计 拉丁方设计呢 就是它的概念就是说 那么每一个自变量 在每一个横行 就在这个拉丁方的 每一个横行和纵列 只出现一次 不许重复的设计 就叫拉丁方设计 你如果这样答 就可以了 如果你说我没记住 那你就把拉丁方 给我排列出来 然后你告诉我说 这就是拉丁方设计 那我就明白说 哦 原来你明白了 考试的过程就是什么 考试有的同学说 我答了那么多 为什么我的成绩 还不如答那么少的人 原因就是什么 考试判卷子的过程 就是你写的东西 我要懂 对吧 你写的东西我要不懂 你写再多也没有用 你想说从前怎么怎么样了 是吧 因为每年我们研究生 月券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他讲很多 跟我们这没关系的事情 但是你还要去看 所以考试 实验心理学的考试 跟字数没关系 成绩跟字数没关系 跟你要说的话有关系 就是做研究设计的人 头脑一定要清楚 点到为止 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道你说再多 你也说不到那点上 反而我会觉得说 他根本不知道 他在这想 你不能说 我把这一张的内容 都列出来 老师你挑吧 反正你觉得哪个是答案 你觉得给我分就行 那不可以 因为我要看 你是不是明白这个东西 所以名词解释 大家明白了吧 就是你可以用 你如果说我记忆力特别好 那我就背 没有问题 如果你说我不想背 那我记住了这个东西 因为我刚才一再强调 我的想法是说什么 这个课程结束了多少年之后 你还知道拉丁方设计 这是我的要求 而不是说这个课结束之后 一年以后 我再问你考试题 你说我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们准备考试的时候 不管这题型什么样 你们要想清楚 我要考的东西就是 我希望你们以后 多少年之后 还记得 还用得上的一个东西 第二类题呢 叫简答题 简答题呢 也是要就一些实验设计 就一些这个 这个 研究上的问题 那么让你 也可能是让你修正一个研究设计 也可能是让你来重新评价 一个研究设计 这样 或者是讲一个研究设计的过程 那我一般在这个地方 简答题不会考说 什么什么反应时的影响因素 有哪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 我不会考这个东西 但是我会考这些影响因素 是什么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这些影响因素 你还是要背的 但是我不会让你一条一条写出来 可是你在你的实验设计里 你在对别人的研究设计的评价里面 一定是要知道哪些因素会影响反应时间的 所以这个是简答题 第三类是图表题 图表题就是我们给你一个图 或者是一个表 然后要求你来陈述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图和表 是来自于我们的教材的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在讲课当中 涉及到的一些论文当中的图和表 那么主要是让你来分析这个结果 所以你们学过心理统计 你们应该会看图 会看表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主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技能 最后一类考试题目叫实验设计题 实验设计题其实是我们的重头戏 那么实验设计题也没有办法去提前准备了 主要是看你自己看文献看得多 然后对别人的研究了解得多 可能就有借鉴的东西 那我们一般的都尽量的把实验设计的题目 设计的宽泛一点 给大家留更多的空间 然后大家来构建你们自己的这个研究设计 那么基本上我们的考试题目就是这四类 大家有问题吗 关于考试题目的 考试题目的类型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那我就 我问完了如果你们说没有问题 我就默认所有的人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你一定要说出来 或者有什么建议吗 比如说我们考什么什么样题吧 不考什么什么样题 有建议吗 有吗 大家建议就是别考试是吧 参考书目 最主要的参考书目就是你们手里的这本实验心理学的书 然后呢 还有一些呢 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搜集到的 就是中文的和英文的一些跟心理学研究有关系的一些书 这个大家都不用抄也不用照 因为我们有教学网 教学网上现在如果你们登录进去的话 如果你们能够登录进去的话 待会就都能够看到我讲的所有的东西 所以你们就只等着回答我问题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教材呢是这样 就是需要大家 如果你觉得上课之前 有一些内容不一定特别了解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去阅读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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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个课是不写实验报告的 实验心理学实验课是要写实验报告的 你们不要把那个课的作业算到我这个课上 我这课他们老觉得我不让大家干活 所以呢我就在想怎么才能让大家参与到这个整个让你们在一个学期当中都能够动员起来呢 然后我们上学期开始就让大家做小组实验设计报告 但是这件事情呢也引起了同学们的吐槽哈就说 因为你们我们上学期我自己觉得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觉得他们做得特别好 因为他们从第一轮有初步的实验想法就找我跟助教谈 然后有的谈过五六次 然后我觉得特别欣喜 虽然很辛苦哈 但是特别欣喜 就是看到从一个完全不像心理学研究 这是黄卫说的不是我说的 然后到最后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心理学的研究 但是呢同学就觉得这个难度在哪呢 就是耿老师也跟我抱怨说 你到青生了 你让学生布置任务 然后学生都来找我们 要程序 要怎么设计的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当时是要求同学们要有一个实验设计 然后要去实施这个实验设计 那么这样的话就涉及到要编程 可是我不知道 从我的感受上去年完成的特别好 他们做报告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特别满意 因为我们不需要你得到一个显著结果 我只是希望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一下 真的做一项实验研究 会遇到多少困难 包括如何找背试 如何来编程序 以及如何与他人合作 这个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后来还跟耿老师商量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实验设计 你们实验课上还要有一个实验设计 那我们肯定不希望你们拿着我们这个实验设计 去教实验心理学课的实验设计的这个作业 对吧 所以怎么来把它俩结合好 我原来跟耿老师商量 我们可以不可以把他的最后一个实验设计 跟我们这个课的最后一个实验设计合为一个 好吧 没反应 那就是不好了 那你们还反应那么迟钝 让我觉得好像这个事做错了 但是我又一想 怎么能拿一个作业能获得两个成绩呢 这真是我在想的 万一有人举报我们怎么办 特别我们在录着像 全国人民都知道说 他们拿一个成绩 一个作业 怎么办 所以我还是在这写了 我独立的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以这个尊重教学规律 我们在 给大家看一下 要他们两种 新闻打他 就在一个技术 这不整个新闻 非常重要 你们很多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你们把你们的经费预算报上来 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我们提供不起 尽量就是 我不希望你们一定 当然你说我要在这学期 我就要做一个特别好的研究设计 然后我做它五六十个倍试 也可以 我肯定支持你 但是可能你们没有那个精力 因为你们一写起实验报告来的话 为什么我们把课安排在星期一星期二 就是因为不想 原来都是说星期四我上课 星期四下午实验课 所以大部分到学期末的时候 我的课都是写实验报告的时候 所以我就把我的课安排在星期一星期二 在那个实验课交报告之前很长时间 你们还没来得及做的时候 还能认真地听我这个课 所以这是我们的 你的成绩可以期中考试积累 可以期末考试积累 可以写文献阅读报告积累 也可以小组实验设计报告来积累 所以我们的成绩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 有问题吗 占多大的比重 小组实验报告和个人文献报告 占的比重要小一点 因为我为什么现在不说呢 因为我会根据大家期中考试的情况 和期末考试的情况 来算一个比例 那样的话比较符合心理学的规律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 大家根据我们做的情况来做 肯定是对得起我们的工作的成绩 当然我们优秀率是有要求的 不能超过30% 所以这个是 30 你们以为是40啊 30 40是已经超规的 现在是这样 就是学校规定30% 如果超过了30% 低于40% 因为我在系列管教学 我有权说同意 但是我每次都跟老师说 请下次注意出题的难度 等等等等 不让再出现 那超过40% 我也没有权利 要学校教务部批准 才能够录进去成绩 明白吧 所以老师们都尽量 你看我们每年都是 他不是30是一个线吗 基本上老师40是一个线 所以很多老师都是放在39点几 38点几这样的 因为大家都愿意你们成绩好一点 大家都高兴 其实如果成绩都那么好 也没意义 如果大家都知道 北大成绩有一个30%的规定的话 你觉得说我是个优秀 大家还觉得很值钱 对吧 你看我们看到有些 如果没有那个什么 你们有些选修课不是吗 优秀率百分之九十几 那你还觉得你优秀吗 你如果不优秀 你才是一种惩罚 对吧 优秀百分之九十几 优秀百分之九十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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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这个宝贵的记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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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来研究 来这个深入了解相关的领域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说判断一项 研究的影响程度 在这里呢就会提到大家经常 听过的几个概念 那么第一个概念呢就是 期刊的影响因子 这个大家肯定都听过 提到影响因子呢 就不得不提一个概念 就是SCI 科学引文索引 它是一个文献的 算是一个电子的系统吧 由美国的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 在1961年的时候成立的 那么ISI呢 除了建立了这个SCI这个系统 它每年还会出版 一个叫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就是说文献 引述的这个参数 对吧 它会出版这个里面 涵盖了60个国家 300个出版商700多个 这个刊物的所有的这个 引用的情况 那么在衡量期刊影响力的时候 就引出我们这个最终这个概念了 就是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是怎么计算的呢 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这个期刊 最近两年 所发表的文章 被引用的次数 除以最近两年 你所发表的总的文章的数目 很容易理解对吧 当然在计算的过程中呢 你可以用近五年的影响因子 作为一个指标 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 查找了一下这个 今年就是2013年 这个影响因子的报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都在网上 可以搜索得到 大家可以看这个 656行啊 656行就是我们 不是656行 下面的一行 就是我们心理学 医学心理学的一个研究 657行 它的影响因子 就达到了14.073 还是非常高的 除了通过影响因子判断呢 就是要对该领域的 综数性文献进行阅读 包括让大家做的 那个个人文献的阅读报告 实际上也就是让各位 针对某一个领域 来写一篇小的 综数性的研究 因为尤其是 某一个领域 权威的这个研究者 他所写的文献 是大家深入了解 该热点的一个 特别好的方法 最后呢 就是追踪 该领域 开拓性的研究者 同时呢 还记得刚才 我跟大家说的 2013年的 这个心理学的影响因子 大家可以通过 网上那些专业的论坛 看一些分析 比如说这就是 我爱脑科学的网友 对于2013年 这个心理学期刊 影响因子的一个分析 还是比较有启发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然这个PPT 我们都会放到 这个教学网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进行阅读 那么在你找到 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而且深入的 对这个对领域 有一定的了解之后 接下来就要进行 实际的这个文献 检索工作了 对吧 我们呢 大体有两大部分 首先就是 北京大学提供了 非常丰富的校内资源 也就是这个电子资源 大家可以参考 图书馆的首页 图书馆的首页 进去之后 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然后呢 我们图书馆还购买了 这个APA 美国心理学协会的 系列数据 这个数据库 大家可以在其中呢 进行检索 查找自己感兴趣的文献 另外呢 大家也可以直接 进入到各个期刊的网站 下载 在该期刊上 发表过的一些文章 搜索的过程呢 非常简单 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 都是价情就熟啊 首先就是 确定这个关键词 然后呢 在搜索引擎的先映栏中 输入关键词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 搜索的目的 确定一些 比如说主题啊 或者标题的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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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我们大家在实验室里 能有所收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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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